蜡热肉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布师傅 今天为你们大家准备 这个是我们的红酒炖柔肉 我们今天很简单 把这个红酒炖牛肉 把它打开 放着这个预热的水 大概五分钟左右 现在加热的时候 我们准备有乌冬面 还有一些我们煮好的米饭 等下来配搭我们这个红酒味牛肉的 五分钟 我们把它拿起来 稍微摇动它一下 因为它可能会有水有一点分离 用小火稍微把它加热一下 平底锅加热之后 我们加一点橄榄油 乌冬面放过来 稍微加热一下 加热大概30秒左右 我们把它捞起来 捞起来把它的水滴干 我们就可以放过来炒了 什么都不用加 只有橄榄油跟面就好了 至少炒热了 把我们的红酒炖牛肉加过来 今天我们一包红酒炖牛肉 我们做两道菜 一个就是乌冬面 一个就是我们的配米饭 所以我们搂一拌就好了 稍微拌它一下 好 这样就可以关火咯 放一点点 把心里让它看起来更漂亮 挑一个漂亮的盘子 我们现在来摆盘咯 非常简单 炸过来 稍微卷一下 大家如果喜欢加热的话 也可以加点辣椒油 辣椒粉 也可以 我家的小孩子 很喜欢这豆菜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回家加热就好了 所有东西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们在家只有加热5分钟 稍微 8点40分钟去煮它一下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 放一条 这一道红酒炖牛肉乌冬面完成咯 现在为大家介绍第二道料理 红酒牛肉炖饭 准备两个模型 一个大一个小 然后我们把这个米饭放过来 放在这个模型中间 今天我们选用的就是 这个有米有甜的 小驴式的米 这个模型最好就是放一点点水 让它不会连着这个饭 然后我们放完 差不多这边的时候 我们把它推过来 好像做寿司一样 很简单 但是它做出来的造型会比较漂亮 来 我们把这个模型拿起来 好 我们这个模型做完了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公公剩下来 拌包这个红酒炖牛肉 来配我们的饭 先把牛肉挑去中间 我们把一点醋 从这边粘过来 把剩下来的牛肉放一块 两块 先放一点番茄 放一点青菜 点去它一下就好了 再放一点巴西里 好 现在我们接着 红酒炖牛肉配饭完成咯 这个调理包 你只有隔水加热 简单的拌饭拌面 其实它很好吃 但如果你想更美味的话 跟着我 试试看这样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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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就是 你们 正要